各位民眾大家午安 我是民生醫院胸腔內科屈腸科醫師 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聊一聊 有關氣喘這個主題 大致上氣喘會造成的一個原因 有分為所謂的內陰性氣喘還有外陰性氣喘 所以外陰性氣喘的話 大部分是因為有塵蠻等過敏元素誘發產生 內陰性來講的話 就分為所謂的跟情緒還有藥物等等都有關係 所以就病因來講是分為這兩個病因 氣喘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治療和控制的一個方式 藥物治療是其中的一部分 還要避免過敏元的一個產生 避免接觸到這些過敏元 同時要保持心情的穩定等等 氣喘的症狀 氣喘的症狀大致上就是有一些慢性咳嗽的一個問題 還有它的特徵來講 就是說它會反反覆覆的一個發作 發作的時候 會有喘民的聲音 呼吸也就是吐氣的時候 吐氣末氣會有一個類似HUM的聲音 那這種都是它氣喘發作的時候的病因它的特徵 氣喘能不能練習跑步 當然是可以的 因為一個控制良好的一個氣喘病人 他只要接受到藥物的控制 同時配合規則的一個反整 他的肺功能其實是跟正常 在控制穩定的狀況之下 他的肺功能是跟正常人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他當然可以跑步 可以做一些運動 這些運動方面的問題都沒有任何的一個限制 所謂冰冷的飲食 其實在如果他控制良好的狀況之下 並不會有造成一個氣喘的一些症狀加重的一個情形 但是一般在急性惡化的時候 通常因為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狀 諸如痰多咳嗽等情形 那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會建議民眾 在短時間之內 先避免這些病人的飲食液 減輕這些呼吸道的一個症狀 呼吸是否對氣喘有幫助呢 其實氣喘的治療 那最主要的就是要靠 就是規則的服藥 那同時減少過敏源的一些暴露 保持心情的穩定 那至於呼吸與否呢 跟氣喘的症狀控制呢 大概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氣喘如何改善症狀的話 當然就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規則服藥 第二個就是 避免過敏源 第三個保持心情穩定 第四個減少會使 減少會誘發氣喘的一個藥物 諸如有R4P0等等 那另外病患就診的時候 一定要告知醫師 不管任何原因來看診 一定要告知醫師有氣喘的一個病史 那有氣喘的病史的話 有很多藥物是需要避免的 譬如說像常見的抗高血壓藥物裡面 有一種BETA BLOCK 以形阻斷劑的話 在氣喘的病人就是要避免使用 否則會導致一個氣喘的急性發作 其實慢性咳嗽會造成的原因是很多 雖然氣喘是其中一個 其他像胃食道逆流 雅極性的感染 譬如說肺結核等等 還有肺癌等等 都有可能會造成慢性的咳嗽 氣喘也會 所以如果遇到咳嗽兩個禮拜以上沒有好的時候 建議民眾要趕快來到胸腔科門診 做進一步的評估和診斷 請問大家 見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